我叫关海 作为新入公司来观察TFBOYS成长的我 任务只有一个 给你们写出我的 TFBOYS观察 第一次来到公司 对什么都不熟悉 第一个认识的 便是TFBOYS的队长 王俊康 关海 关你好 虽然说你错过了 但是我必须早进这里 然后他就叫我的成长队队 我叫王俊康 你好 你很喜欢看火影吗 这是海之王 一会呢 我们会遇到有趣的关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要跟他们好好相处的 好 我上升约科了 你直接玩了 我自己当做自己的角色 好 吃饱了 刚吃饱就来上课 一点都不科学 没关系 来 走一下那个起跑饮 好连你啊 其实在家里也是这样连你啊 我先问一下你的钢琴曲 我可以 我现在就是全球可以谈到他 好 那我今天要听 这位带着宠物狗来训练的 便是TFBOYS的王源 来之前便在网上搜索了他们的相关资料 知道王源有只宠物狗叫嘟嘟 只是没想到 第一次见面 就看到嘟嘟一直陪着他的小组 在上课的组织 哇 它跳好高啊 拍完啦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沉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沉的 到了长沙 终于见到了TA BOYS的一阳千玺 此刻 他正在自己的房间 光海 来看你啊光海 进入千玺的房间 我便发现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 但此刻窗外明明是阳光明媚 于是我便忍不住 向千玺提出了第一个问题 你每次都把这个房间弄得黑暗瞎 为什么 喜欢 喜欢 为什么喜欢这种阴暗的感觉 我觉得很舒服 一个人在房间 然后暗暗的 但一般 大家都喜欢 灑满阳光的一个房间 灑满阳光 灑满阳光 我不想 你吃饭了吗 吃了 你一点什么 牛排 布丁 牛奶 吃早餐吗 睡早餐吗 在11点能给东西中餐 然后我赶快吃一点点的 早餐你没吃吗 我早上起所以晚 我一直等着现在 二十多年了 你没作业吗 没有 我家 这你别放进去 我那个作业 我跟同学的不一样 老师找我单独补课 我作业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 我随便想让你们想 公司为什么要拦开 因为我不喜欢你们 然后公司说让我 和你们待在一块 让我了解你们了 让我了解你们了 反正他包吃包住 我也无所谓啊 你有老婆还是吗 没有 果然 第一次见面的千玺 不同网上显得耐热 晚餐过后 DFBOY三人都会有一些体育锻炼 这次 三人的项目是 游泳 我知道阅读这本日记的你 希望这段我能多写点 可是 只能说DFBOYS太热情了 对于我这种一把老骨头的关海来说 确实有些 烧下不去 因此 反正还有月光 叫我继续追 冲上沙滩的荡 越害越不累 运约不停 我们已经忆不下来 举起手来 巨匠纳擡 我不會用了 NO NO 我自己過去了 我自己起來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啊 我自己去 所以 請容許 我就這樣在岸邊嘛 從上沙灘的檔 越還越不累 音樂不聽我們也聽不懂 聽說床上摔跡 是Tia Boys裡的王俊凱和王源樂此不疲的一項活動 只是今天的摔跡 稍微有些不同 因為這次 有了Tia Boys的兩位師弟 所以常常在摔跡中 尼列死的王源 便把師弟一刻給拉了 所以我看到了 王源對戰黃麒麟 接著王俊凱協助黃麒麟對戰王俊凱 他太熱了 不行了 高冷的我是不會猜這種事情 再接著王源對戰 一天只能死一次 大家一開只能死一次 又接著王俊凱協助丁晨熙 隊長王源 你上來把他按住 我就下去了 你上來把他按住 你看他也不行了 再來 哈哈哈哈 高冷的我是不會猜這種事情 你自己都 還接著王源黏和王俊凱對戰工作人員 我又接著 哈哈哈哈 在鎖住 算吧 眼色在鎖住他能鎖住 他被我鎖 誰被你鎖 你啊 你被我鎖 然後王源千年殺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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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很快王俊凱再次反少人 高冷的我是不會猜這種事情 來 來220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打架了 啊 我幾個人打在一起 哈哈哈哈 打進去就打出來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好我就幫你拍大了 好明天明天到 好好好 啊 再下去就是 賴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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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去尋找了一直沒霧面的千禧 而他的回答卻是 糟了 如果我是V39 事情 我就不像他們 哈哈哈哈 哈哈 果然如網上所說 要把台上的鐵BOYS 和台下的鐵BOYS 分開 好 以上 就是我本舟的鐵BOYS 觀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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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